油价重挫 全州累计跌近9% 创半年来最差单州表现 沙特才是真凶 10月6日 媒体报道称 沙特向美国白宫表达石油产出意向 称 沙特愿意增产石油 以促成美沙共同防御协议 沙特称 石油生产行动将取决于市场条件 如果油价偏高 沙特愿意在2024年年初采取行动 报道称 这是达成一项三方协议努力的一部分 拜登政府希望在未来六个月内促成沙特与以色列恢复外交关系 作为交换 美国将为沙特提供安全保障 并提供民用和技术援助 三方已经就协议的轮廓达成了广泛一致 但细节的讨论颇为棘手 白宫需要争取到国会的支持 外界分析认为 白宫希望在明年大选前拉拢沙特 吸引沙特与美国政治利益保持一致 尽管如此 沙特谈判代表强调 石油生产计划将根据市场状况进行调整 了解谈判情况的官员称 双方的讨论并不代表着一项长期的降价协议 在本周二短暂冲高后 国际油价周三开始连续下跌 尽管周五小福收涨 但全周跌近9% 创半年来最差单周表现 上周布伦特原油曾一度逼近100美元大关 截至周五收盘 WTI11月原油期货收涨0.48美元 涨幅0.58% 报82.79美元每桶 本周累计下跌8.81% 布伦特12月原油期货收涨0.51美元 涨幅0.60% 报84.58美元每桶 本周类跌超8.26% 同时原油截至9月已连涨4个月 给对冲基金提供了获利离场的好时机 交易员开始关注美债收益率猛声 正在酝酿的经济前景威胁 9月原油的投机性多仓类基柱退油价 涨破90美元关口 这也为油价动荡期间的获利回吐奠定了基础 美国和沙特间的博弈 媒体分析指出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石油出口国 沙特无疑拥有可以撼动油价的能力 仅凭一己之力限制或增产石油 在全球动荡时期 沙特曾利用这一能力安抚市场 但现在沙特的石油政策已转为沙特优先 沙特希望原油可以为其经济多元化提供资金 自6月中旬以来 俄罗斯和沙特阿拉伯 一直在OPEC加协议要求的基础上 进行额外的资源减产 自7月以来 沙特将石油日产量再减少了100万桶 推动不油价格上涨25% 至煤桶95美元以上 油价的大幅上涨给美国政府降通账路上 再次带来了难题 分析师认为 能源食品与普通消费者 对于当前经济中生活成本的实际感知 有很高的相关性 如果油价反弹导致通胀预期回升 那么美联储或将继续加息 媒体称 9月底白宫的两位高级官员 布雷特 麦格克和阿莫斯 霍克斯坦 飞往沙特阿拉伯 继续就一项潜在的大型安全协议进行谈判 强调 高涨的石油价格可能会阻碍白宫 获得国会支持 外界分析认为 白宫此局只在明年大选前拉拢沙特 吸引沙特与美国政治利益保持一致 考虑到相关协议 很难在美国国会获得通过 美国政府将与沙特的协议 包装为与以色列的关系正常化协议 以减少在国会的阻力 但即便如此 外界认为 协议短期通过的概率并不大 分析认为 沙 美史无前例协议谈判的消息 被市场解读为 美国与沙特关系的改善 如果相关协议最终达成 沙特和俄罗斯未来的进一步联合减产 将面临巨大的不确定性 当前沙特人为制造市场短缺的政策 未来可能生变